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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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足了美光燈 但上了会议桌 美俄依旧势不两立 美俄心结除了叙利亚 俄罗斯批护史诺登也让美国弃节 加上俄罗斯打压同志 践踏了人权议题 也让美国抓到了把柄 大家谴责 东道主普清在工作午餐会上 板着一张扑克脸 孤独的坐在一角 而长袖善武的欧巴马 则在一旁穿梭各国间 就叙利亚问题不断地与元首摇耳朵 普清人员或许不如欧巴马 但在实际的外交情势上 欧巴马才是孤独的那一方 据团体当天的晚宴 欧巴马行单引之复宴 恰如他在叙利亚问题上 所面临的处境 目前只有法国支持美国空袭叙利亚 其他欧盟国一面倒 都与普清一样 不赞成空袭行动 另外巴西和墨西哥 则是不满遭到美国监听 欧巴马见了两国的领袖 也是一阵尴尬 而在G20峰会上 另一组王不见王的 就是中国大陆和日本 因为钓鱼台领土争议 两国关系陷入紧张 习近平和安倍晋三 在会场上不齐而喻 还是展现了友善的态度 两人并短暂交谈了五分钟 据了解安倍重提改善 双方关系的迫切希望 不过习近平还是强调 日本应该要正视历史 正确处理钓鱼台问题 G20峰会上 叙利亚问题以及中日关系 确定是不会有太大的突破 现在就看各国 何时愿意回归经济议题 谈谈原本预定的 振兴新兴市场经济 或许还能有所建树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大国巨头的人际关系 行诸于外的那一种尴尬 或者相抗痕 跟我们一般人好像也差不多 好 接下来看的是 在未来的周六日里面 最引人瞩目的另外一项 国际城市竞争 结果要揭晓 那就是东京 马德里和土耳其 伊斯坦堡 究竟哪个城市 可以取得2020的奥运主办权 在台湾时间 周日就会尘埃落定 在很长一段时间 审查过程里面 东京是一路领先 但是就像这个选手 跑到最中线的时候 他会不会被一直恶化的 辐导辐射污水问题给半倒 很有可能在最后关头 因为这个变数被揭杀出局 现在国际媒体呢 又把关爱眼神转向了马德里 尤其最新的民调显示 西班牙有高达九成的民众 都很支持办奥运 来拯救低迷的西班牙经济 而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呢 英国邻国叙利亚的紧张情势升高 所以目前的比较不利 不过土耳其的人口呢 又超过50% 都小于25岁 符合奥运年轻活力的诉求 所以在最后两天 也很有后来居上的潜力 日本研发的太空机器人Kirobo 首度在太空站开口说 hello 而他在地面上的好搭档米拉达 则是第一次出国到阿根廷 推销东京办欧运的技术与创新 但东京代表团的记者会上 媒体只关心这个议题 你会保证一下你的同志 那福西西马有没有问题吗 你会保证一下福西西马的问题吗 你会保证一下福西西马的灾害吗 办过一次夏季奥运两次冬季奥运的日本 是决选三个城市中最有经验的 预算85亿美元 政府已经备好45亿美元的现金财力雄厚 主场馆则将整修严用 办过1964年东京奥运的国立竞技场 而且八成场馆都距离选手村8公里以内 活动集中市区相当方便 所以在审查过程中东京一路领迁 却在终点线前遇到福岛辐射污水 这个超级绊脚石 所以目前国际媒体相对看好 已经连续三届申办的马德里 尤其最新民调高达91%的西班牙民众 支持半奥运让马德里士气大振 尽管西班牙的财政问题和高失业率 一直被质疑申办能力 但马德里提出预算19亿美元的省钱方案 八成场馆都要直接检现成的 而即将现任的国际奥会主席更是以待玄机 只誓言要成为第一个办奥运的穆斯林国家 土耳其伊斯坦堡 不管拿不拿得到主办权 整座城市已经在大兴土木 喊出192亿美元的天价预算 想要用奥运带动都市现代化 尽管五月份的反政府示威 以及邻国叙利亚的战事紧绷 都不利于伊斯坦堡 但土耳其的人口超过一半低于25岁 成了制作2000年古城深奥的特殊卖点 周末的国际奥会年会 除了会揭晓2020年的主办城市 角力棒磊球以及B球 也要争取2020奥运新增项目的最后一张门票 台湾观众最关心的棒球 能不能重返奥运 9月8号见分晓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Focus中国大陆最有名的表哥 现在得吃14年的老饭了 大陆严打贪腐 一棒接一棒不断出招 大陆的中纪委在9月 成立了一个网络举报专区 人家说是观向民学 就是鼓励13亿人口的市场里面 会上网的人就据名纠据简报 那么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的提报专线 网络的威力有多大呢 因为就在一天前 一个陕西的前官员 中箭落马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要吃牢饭的表哥 他在陕西一场严重车祸 36死人死亡的现场 勘察的时候被拍了一张照片 照片破网之后 很多网友发现他露出一抹微笑 这抹微笑引发群青激愤 与其中国大陆的网军开始人肉搜索 一天之内找出他的身份 放大了他手上戴的表 从一只表找到五只表 最后找到十一只表 所以给他取名叫表哥 然后说他身陷贪腐 他戴的名表都不符合他的收入 有一张照片撂倒了这个官员 先是被迫去职 前后只花了27天 而礼拜四的时候 他的一审判决出炉 因为一抹微笑十一只表 判刑14年 被告人杨达才犯受费罪 决定执行有期投刑14年 聆听宣判时 陕西前官员杨达才嘴角围弯 似乎还在淡地微笑 一年前也是因为这抹笑 让无数大陆网友盯上他 2012年8月26号凌晨 包茂高速公路发生一期惨烈车祸 造成36人步行遇难 而在媒体拍摄的一张 事故现场的照片中 身为陕西省安监局局长的杨达才 面带微笑的表情 迅速受到了舆论关注 引起的重度排山倒海 政治生涯的崩塌 开始以分秒计算 网友只花4小时人肉搜索 就查出微笑本尊 在两小时有试过的再补一枪 发现他勘查事故现场时 带的可是名表 不同场合还有不同搭配 劳力士万宝龙浪秦 便宜的几万贵的20多万 凌晨证据初步搜集完成 五支名表有图有真相 当天晚上微笑局长又多了个 表哥的绰号成为贪腐代言人 下午说话都很紧张 他也加上去闪着谎言 再画一点 不是就是有些挺快的 有些听不清 也说得粗糙的人 这个我自己也把自己 没有这个身经还念 没关好 楼楼太小了 责任在我自己不在对 微笑局长真的笑不出来了 一天之内他红遍大街小巷 关于他的微博 冲破三万五千六百条 网路新闻多达三百五十篇 再一天又累积八百多篇 担心指纹声音响不能服众 干脆开设微博账号 跟网友正式对决 他六度道歉 声称五支手表 是合法收入购得 还大方报价 最贵的一支表 三点五万人民币 以为这样就能消毒 显然低估了网路上的福尔摩斯 编号6到11的名表 在网路工程几小时内陆续现行 从8月26号交通事故发生 到9月21号撤职调查 微博大军靠一张照片 翻倒大陆官员 只花27天 这个案例很有典型意义 因为在这个时期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 被网络举报出来 很多的官员 确实多数都是被调查 是具体的存在 实际的存在 刘铁南被举报后 单位院里的人 有时会窃窃私语 前国家内院局长刘铁南 不押视频主角雷正赋 网路举报发威 撂倒的官员越来越大咖 但每一件都是民间发动 官方要一改被动角色 大陆中央纪委监察部 也大张旗鼓成立网路举报专区 我们提倡大家实名举报 凡是实名举报的 优先办理及时回复 想跟回国上的网路大军 别瞄头让反贪制度化 能不能重拾民众信任感 决定官方网路举报区 会不会成为冷衙门 TV编亲文总部的 好 接下来Focus香港 现在大家都用吃辣脚机场 其实香港最早在1925年启用的 叫启德机场 在1998年画下句点 但是启德机场厉害 它不死 而且还变身转型 吃辣脚机场取代启德机场 被评为五星机场 推选是说是全球最佳机场之一 服务了73年的启德机场 在九龙城 那个时候民众抬头 就可以近距离看到飞机起降 现在香港政府三年 赤资82亿港币 已经把启德机场当年的跑道 改建成邮轮码头 说是可以容下 全世界最大的邮轮进驻 在今年6月的时候 已经开幕了 瞄准的又是大陆旅客 预计港府请巨资推动的 这个启德机场变身的发展案 它想每年替香港 多带进15亿到26亿港币的 经济效益 多创造5000到8000个工作职缺 香港是个弹丸之地 拼经济浑身解数 我们透过下面这则深度报道 一起来掌握 中午吊挂手臂还在加紧赶工 外墙帷幕安装接近完成 启德邮轮码头 是沿着原本启德机场的跑道而改建 7.6公顷的面积 将在下一个月 迎接第二艘邮轮进港停靠 而在这之前的中秋假期 先办邮轮假期博览会 未来三年有43艘邮轮进港总共停留71天 平均每个月有三个礼拜的空档 都将笔照办展览 看准邮轮业务 未来一年渴望有一成的增长 旅行社今年就招募了100名邮轮顾问进行培训 今年6月12号起的码头开幕 第一艘邮轮海洋水手号进港时 再进来3000名旅客 人潮几乎就等于前潮 十一口菠萝包 配一杯港式奶茶 阿东阿自己组六人行在地美食团 要吃遍道地的香港味 不够香港味就不够吸引观光客 从2011年开始到访香港的人数 长途和短途的外国人呈现下滑的趋势 只有中国大陆的游客保持七成的比例 不过旅游业光靠大陆客够吗 一个词为叫做蝗虫 形容一些内地的旅客 某程度这个是贬义的 但也都反映了他们的性质 就是一群这样离一群这样走 他们现在很喜欢香港的 但有些离验了的会走 抓住游客对香港特色的喜好 才能稳住不败的旅游业 于是香港政府拨400万基金 奖励开发创意本土旅游 香港实在是有很多好的文化 我们没有什么注意的 如果注意很多东西是香港的东西 不只是蛋撻丝纹奶茶 除了在这里学永春一个钟之外 行程还会带他们去参观星光大道 和沙田文化博物馆的李小龙展览 老师傅 glued Project第一年 думаю到 3月8,000个旅客参加 开发本土旅游创意 打造起的码头商机 号称全球最大规模 平均一年只要14艘游轮进港 高达15到26亿港币的经济效益 也将跟着进账 TT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来focus澳大利亚 澳洲总理选举在星期六就要投票 这是一场对于澳大利亚经济 能否起死回生的对决 两位候选人 一个是现任的总理陆克文 他也是工党领袖 而跟他对决的艾伯特 是自由联盟领袖 两个人都强打经济牌 但是现任的显然陷入苦证 2007年澳洲的大选 陆克文带领的工党 那时候以52.7%的得票率 大胜当时霍华德的联盟党 得票率那时候霍华德是42.3% 工党就结束了保守党联盟 近12年的执政 现在情势完全逆转 澳洲媒体的民调 在最紧张的时刻显示 工党的支持率目前只有47% 你看到就是陆克文这边 而联盟党的支持率呢 过半有53% 预料在明天的大选当中 联盟党可能会轻松取胜 澳大利亚的经济急剧趋缓 为了刺激投资 澳洲央行已经8度降息 澳元在过去5个月 连扁了15% 最新的数字显示 7月份澳大利亚意外出现了贸易赤字 高达7.65亿澳元 经济不能够再坏下去 让明天澳大利亚的选举结果 格外引人瞩目 9月7号就要决胜负 两人都打竞技牌 陆克文以现任的优势 全力巩固蓝领票仓 扶持汽车产业 提振农产外销 向大型采矿商争赠 而对手艾伯特则主张减税刺激投资 取消矿业盈利税和排碳税 民调数字显示 艾伯特领先2到3个百分点 很可能终结工党6年的执政 选民期待更好的政府 是因为现在没那么好过 英国经济学人评选 全球最适合居住的城市冠军 墨尔本 却面临5.7%的失业率 创12年新高 周四澳洲统计局公布 今年7月意外出现贸易赤字 7.65亿澳元 过去22年 把煤矿铁矿出口到中国大陆 是澳洲最大的外销收入 近年来遇到中国需求减少 经济成长跟着放慢 为了刺激投资 澳洲央行八度降息 澳元在过去5个月连编15% 外资企业准备抽手 福特汽车预计在2016年底 关闭澳洲的业户 届时将裁掉1200个职位 可口可乐的澳洲分销商 向政府申请援助 要重组水果包装业户 零售连锁商Target 也在近期内将呼叫中心裁员300人 陆克文交出来的经济成绩 无疑就是送给艾伯特的礼物 但是媒体对艾伯特的报道并不友善 形容他经常像脚掌在嘴巴里 例如被问到叙利亚事件时 他这么回答 还有在辩论会上有试风度 有人恶毒的评论 他们是两颗烂灯 经济正见不过是海军斗水冰 依照澳洲目前的经济 学者预估 未来一年衰退的可能性 有20% 不管最后是谁当选 澳洲人想要挟着 丰厚矿产的收入 悠闲过生活 恐怕还是难了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日本动画大师宫崎俊 今天在东京召开记者会 正式宣布退休 西装外套 条纹衬衫 还有招牌大眼镜 日本动画大师宫崎俊 带着笑容走进会场 亲口证实 退休不是传闻 这一次是认真的 最新作品 宫崎还在上映 宫崎俊选在这个时候 急流涌退 年纪和体力 是她最大的顾虑 谈到退休后 有什么计划 宫崎俊说 她要保密 怕说出来会被笑 不过长篇动画 确定不会再推出了 默默耳朵 勃勃头发露出 腼腆笑容 宫崎俊面对现场 600位来自俄罗斯 欧美和亚洲的媒体 足见她在国际的影响力 也展现了老顽童的 幽默感和智慧 不见断的谈笑声 让退休记者会 变得像一场国际媒体 茶叙 动画大师 真的真的要退休 从此不再捧 长篇动画了吗 宫崎俊还留下了伏笔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广告之后我们来看 半人半精器人合体的生化人 世界上真的出现了这个人 而她是把晶片植入自己的手背 让一个手背宛如机械手背 另外一个是血肉手背 而她现在发表了一个 引发很多攻击跟争议的言论 她说一定可以研究开发 把人脑植入机器里面 使人可以以这种半生化人的姿态 永久潜留在世界里 欢迎回来 我们现在要focus的是叙利亚 美国下周国会参众两院 就要针对欧巴马要求 轰炸叙利亚这件事情 寻求国会背书来进行表决 而美国现在所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还包括她外观人员的安全 华专顺邓邮报今天报道 美国位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使馆 很可能会因此遭到 伊朗军方指使的武装分子攻击 非同小可 而另外报道 一开始我们会看到的这幅画面 令人触目惊心 这是叙利亚反抗军 在近距离行形枪杀 七个政府军的画面 而这也是非常残暴的私刑 由于美国一口指称 叙利亚的政府军使用划武 对付自己的人民 因此在形式上 好像变成了美国站在反抗军的这一边 但反抗军如此残暴的画面流出 对于欧巴马来说 更显得难堪而进退两难 朗诵充满仇恨的失文后 叙利亚反叛军禁止离枪壁 七名政府军 美国国会激变是否应该支持欧巴马 对叙利亚动武之际 一名叙利亚前反抗军 看不惯部队里的残酷杀戮 暗地录下他们的血腥行径 这些画面似乎要指控 叙利亚反抗军跟他们想推翻的叙利亚政府军 残暴的程度其实没什么两样 这下让美国总统欧巴马面临难题 对于动武的正当性 更需要所谓的铁证如山 在国会的反对下 不会出兵的英国提出了受害者衣服等样本的检验结果 证实确实有沙灵毒气的迹象 共同拼凑真相拼图的还有德国 9月4号反叛军在基督教小镇马努拉和政府军展开激烈交火之际 德国支撑报导 德国政府兼听到一通电话 黎巴嫩真主党的官员向伊朗使馆人员表示 发动毒气攻击的正式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这官员还评论他做了错误决定 已经失去理智 他们谈的正是8月21号的攻击 与美国的调查一致 那天1429人丧命 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辛德勒说 可能是化五填充剂量出错 规模才会这么大 先前的攻击中剂量应该是稀释过的 联合国化五调查报告还没出来 但法国表示早就掌握关键市政 法国外交部长出席G-20前强调 等美国国会决定动武法国就会有动作 目前欧巴马的出兵案已经通过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这一关 等待下周国会表决 但是没表态的美国议员参院60席 众院则有254席之多 美国国务卿凯瑞消毒说 激进分子只占反抗军总人数的15% 不如议员口中的50% 不该为此抵制美国的军事介入 而走访过叙利亚的智库人员则指出 极端分子在叙利亚部分的地区确实握有控制权 欧巴马政府忙着寻求国会与友邦的支持之际 叙利亚政府的盟友伊朗以及真主党同时发出警告 美国如果真的对叙利亚动武将付出严重的代价 欧巴马想透过有限的军事行动 在复杂的中东地区恐怕只会引发更多的冲突 伊拉克与阿富汗或许就是前车之鉴 TVBS新闻综合报道 Fox大陆有史以来拍卖土地的第二高价诞生了 上海拍卖出了一块精华土地 总价人民币217.7亿 这核心台币1058亿 刷新了上海土地交易的新记录 地点在上海徐家会的中心项目 得标的是香港新鸿基地产 最后成交大比起价足足多出了42亿人民币 新鸿基地产的灵魂人物董事局副主席就是李兆基 上海这次拍卖的土地位在核心的徐家会 旁边就是著名的港会广场 因为这是市区仅剩的黄金地块之一 拍卖过程非常受到外界瞩目 为了避免出现无禁价秒杀 上海土地拍卖中心把一开始的加价金额定在500万 但是不到三分钟就调整到5000万 因为报价实在太快 金额也太大 让拍卖会的主持人好几次喊错了金额 经过178轮的竞标 底价175亿的土地 被香港新鸿基地产以217.7亿拍到 一价率24% 刷新了上海土地总价最高纪录 新鸿基地产是香港非常大型的开发公司 拥有非常多的储备土地 这几年积极介入上海的豪宅市场 去年他们在陆家嘴推出的凯旋冰江源 就超越老牌豪宅 汤城一品刷新上海豪宅的单价记录 说到新鸿基地产 就要提到灵魂人物李兆基 新鸿基地产一开始是由李兆基提议 结合郭德胜汉冯锦熙两位商人 在1963年创立的 然后他们三个就一拍即合 决定我们干脆用三个人的资金 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房地产的生意 然后他们三个人就后来成为了一个 俗称三建侠 一起打造了一个开始 最开始的一个地产的王国 新鸿基地产成立后 事业版图不断地扩大 虽然后来三个人分家 但是李兆基还是新鸿基地产的 董事局的副主席 在香港他被称为四叔 对房地产趋势的看法非常神准 所以被称为楼神 他在股市也是一样 2004年他成立了兆基财经 专门投资股票 短短三年就让500亿港币的资本 翻到1200亿 所以也被称为亚洲股神 他的身价高达台币6900亿 今年3月富比市全球富豪排名 他排在第24 华人和香港富豪排名第二 仅次于李嘉诚 有意思的是 他的儿子也叫做李嘉诚 发音相同 不过是家庭的家 2006年娶媳妇的时候 他把雪梨国家剧院包了下来 还送了一架飞机给儿子 打造了香港史上最豪华的婚礼 社长豪华婚宴 可能要打破香港之罪的 那些统计 花了7亿港币 有媒体后来追问李肇基 他的回答非常豪气 说只要一天的收入 就足够支付婚礼的开支 对于中国大陆的房地产 他曾经说过 内地富豪不贵不买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香港地产公司 竞相争夺大陆豪宅市场的原因吧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来看日本HK 今天选择报道的人物 不是最有钱的人 是52岁的日本男星 甄田广之 他在很小的时候 就以童星的身份出道 30岁在日本如日中天 40岁却放下长久累积的一切 前进洛杉矶再转战欧美影谈 日本终身带四大天王之一的 52岁演员甄田广之 再次挑战好莱坞 他的最新作品 金刚狼武士之战 与男主角修杰克曼进行正面对决 5岁就加入儿童剧团 以童星出道的甄田广之 从此展开他的戏剧人生 20岁就担纲电影男主角 32岁演出名编剧野岛深思的高校教师 师生恋的剧情成功引爆话题 也让他从此躋身人气难忧的行列 当时的甄田广之 在日本可谓当红一线男星 但迈向40岁的他 并不满足于现状 就在那个时候 英国的皇家沙士比亚剧团前来探寻 是否有意愿演出李尔王 舞台剧的现场演出 加上全英文的台词 对近40岁的演员来说 是一项大胆孤注一直的挑战 就这样 甄田广之放下在日本的一切远赴英国 光是英语就接受长达半年的特训 你最好是美国的语言 你更多是用 用 对 对 它是背后的脖子 它不是 但是它是 我说 就这样 早演练 晚演练 甄田广之 成功站上 莎士比亚的舞台 成为台上 唯一来自日本的演员 让我聘你也让我聘你 这里是我的 Coxcom 初日の 自分の出番から 15分か20分ぐらい 记忆がないんですよ でしばらく 記忆がないんですが 遠くの方から お客さんの笑い声が 聞こえてきて なんだなんだと思ったら 自分のセリフで ロンドンのお客さんが 笑ってるんだということに気づいて 从此 甄田广之的演技 更受肯定 他也因促进文化交流 或搬大英帝国勋章 やはり40過ぎて 本当に毎日が デビュー戦という 数ヶ月を過した時に 非常に今まで経験したことのない 面白さと喜びと 在英国接收到的各种刺激 从此改变 他的人生 就像上了影一样 甄田广之 开始享受不同的挑战 与湯姆克鲁斯 杜鞭谦演出的末代武士 让他开始打入好莱坞 之后更用中文 挑战演出 中国大陆导演 陈凯歌的古装奇幻電影《无极》 甄田广之说 他現在的使命 就是要为日本年轻世代 開拓近军世界影壇的路 笑着说 要持续挑战新目标 直到自己倒下的那一天 这或许就是52岁的甄田广之 最率直的新生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来看另外一种人 塞伯格人 塞伯尔 听过这个词吗 他就是生化人的正式名词 意思是用机器取代部分人体 半人半机器人 而英国科学家凯文·瓦维克 自己是全球第一个生化人 他手臂神经里面植了晶片 所以他身上有一个机器手臂 跟他的手同步运作 他最新的奇想是人类抛弃人体 把大脑装到机器身体里 永续存活 一场意外让心脏损坏 电影中的东尼史塔克 靠着植入动力心脏存活 成为拥有超能力的钢铁人 这类用机器取代部分人体的生化人 也可称为塞伯格 Cybermetic Organism的缩险 一直混合机械的有机体生物 而塞伯格其实已经存在这世界 英国雷林大学控制论专家凯文·瓦维克 认为人类可以凭借大脑在其他星球生存 必须抛弃越来越不适应气候的身体外壳 变成塞伯格延长生命 因此他开始将自己改造 1998年他在自己手臂中注入识别晶片 透过晶片控制灯光加热器 甚至作为门禁 在2002年他更进一步 将可采集神经讯号的晶片 止入神经系统当中 神经信号透过晶片 传递到电脑操控机器手臂 哪怕他和机器手 一个在纽约 一个在伦敦 都能精确同步动作 瓦维克成为全球第一位 人机共存的塞伯格人 只是这样的手术存在风险 一旦失败就会伤及手部神经 造成手部失能 瓦维克更登上TED大会 讲述他的塞伯格改造理念 未来目标是要将人脑装在 能适应各种环境的机器身体里 让生命永远存活下去 世界上将不再有死亡 只是这样的言论 引起正反两面意见分歧 舍弃人体成为塞伯格人 不只技术还存有问题 也得面对违背自然的争议 TBS新闻时空山宅宣综合报道 好 继续来Focus周六日的气象 您一定相当关心 教育气象专业主播任立于任先生 关于降雨的情况 我想很多人会想了解 降雨呢 比过去两天 是稍微增多一点 但也不是非常之多的 因为基本上天气形态 没有很大的变动 我们先看云土 我们看到南边 这边是一片云 这边是一片云 这是低压所在的地方 南边不稳定 北边这边云彩这边活动 也不稳定 中间这一块就比较稳定了 我们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主要的原因是高气压 再加上东北风 而我们附近这一带空气呢 也是比较干 所以雨是不太容易下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雨了 我们的南海这边有个热低压 有可能变台风 不过没有影响向西边在走的 所以我们的天气来讲 要注意到两点 第一个紫外线 你看这个今天的紫外线指数 过量高量在这个范围之内 雨呢 我们刚才讲的也不是完全没有 你看这是今天的雨 零零星星的 但是如果跟过去来比呢 北边这一带开始有一点点了 明后两天其实也都差不了太多的 我们看一下明天礼拜六了 高气压 东北风 所以天气形态跟今天是一样的 但是要注意到白天是热了 西台湾地区都是炎热的天气 后天也是高气压 也是微弱东北风 所以周秋这两天假期 天气稳定的 要注意什么呢 第一个白天还是热 第二个紫外线蛮强的 看一下明天的预报 北部这几个地方多倾倒多云 但是注意到高温呢 可以升到33 甚至会34度的高温了 中部这一带也会有33度的高温 所以白天呢是炎热的天气 只有在夜晚还算舒适 清晨呢稍微一点凉而已了 南台湾呢有一点午后 这一波浊都在山区出现了 东台湾外岛呢也都是晴朗天气为多 花冬即使有雨也是非常非常之少的 所以说要特别注意到是什么 第一个天气是稳定的 雨呢有一点都在下午山区零零星星的 紫外线很强 户外活动可真的要特别注意到防晒了 白天还真的是热 西台湾都炎热 台北是最热的 晚上才会比较舒适点 所以说这两天你安排各种各样活动 都可以 户外活动 阳光下面防晒是最要注意的 是今天的气象 谢谢您收看今天TVBS的Focus全球新闻 祝您晚安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